今天是許多地球的第三集 我們要進入的主題是科學爭議 那我們來看看是什麼吧 影片開始之前先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還沒看過現場單位的觀眾 可以進頻道內的不忘記參觀看 今天就和大家繼續聊聊 冰庫氣候許求地球 影片中如果不懂的名詞 可以底下留言好了 表白說我們現在開始 反對該假設的論點是 許多地球成績期間 冰蓋波動和融化的證據 這種融化的證據 來自冰川最實的證據 氣候周期性的地球化學證據 以及冰川和潛藏海洋成績物的加成 來自阿曼蘇丹國的更長紀錄 限制在北緯13度 涵蓋了7.12到5.45億年前的時期 並顯示了冰川和無冰成績 使用全球氣候模式 重建石油地球一直存在困難 可以使具有混合成海洋的 簡單全球氣候模式凍結到赤道 具有完整動態海洋的更複雜模型 未能在赤道形成海濱 此外據計算 融化全球冰蓋所需的二氧化碳水平 為13萬百萬分點濃度 一些人認為 這是不合理的大 已經發現 絲同類數據 與冰期期間 細酸源分化關閉 和冰期後 立即快速分化的 雪球地球模型 因此海濱過程中 永久動土釋放的甲腕 被認為是冰川作用後 立即測量到的大量碳飄移的來源 尼克艾爾斯認為 現在古代水球地球 實際上 與地球歷史上的 任何其他冰川沒有什麼不同 尋找單一原因的努力 很可能以失敗告終 拉鍊裂縫角說 提出了大陸解鍊 等兩格外充與冰川時期相吻合 相關的構造牌生將形成高原 正如東非裂谷負責高地貌 這個高地可以容納冰川 調端鐵城被認為是 全球冰蓋不可避免的證據 因為它們需要溶解鐵離子 和缺氧水才能形成 然而新年古代調端鐵城的有限範圍 意味著它們可能不是在冰凍海洋中形成的 而是在內陸海中形成的 這樣的海洋可以經歷各式各樣的化學物質 高增發率可能會濃縮鐵離子 而中期性缺乏循環 可能會形成缺氧水體 大陸裂谷連同相關的沉降 往往會產生這種內陸水體 這種裂縫以及相關的沉降 將會乘幾乎的快速沉積創造空間 從而無需進行巨大而快速的融化 以提高全球海平面 解釋次後大陸上 存在冰的一個相互競爭的假設 使地球的轉軸形角相當高 在60度附近 這將使地球的土地處於高緯度 儘管支持證據很少 一種不太極端的可能性是 只是地球的磁極飄移到這種傾斜度 因為表面充滿冰的大陸的磁毒素 取決於相對相似的天體的極和旋轉極 在這兩種情況的任何一種情況下 凍結都將僅限於相對較小的區域 就像今天的情況一樣 地球氣候的劇烈變化是沒有必要的 在假定的水球氣候期間低緯度冰川沉積的證據 以通過慣性交換極坐標飄移的概念重新解釋 這一假設是為了解釋古地磁數據而提出的 它表明地球相對於其自身軸的方向 在歸因於雪球地球的一般時間範圍內發生一次或多次偏移 這可以產生相同分布的冰川沉積物 而不需要它們中的任何一個已經沉積在赤道維度 雖然該問題背後的物理原理是合理的 但從原始研究中刪除一個有缺陷的數據 使得該概念在這些情況下的應用變得毫無根據 好 今天影片時間差不多了 下支影片要講的是度過冰凍期的生命 另外留言起來小鈴鐺開起來 你會在第一時間示範下部影片通知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未期見